因为一场车祸导致我下半身瘫痪 胸一下的身体没有任何知觉 就连起船都变成我生活中困难的事情 一日之间我从一个正常人 变成了一辈子只能坐在轮椅上的残疾人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医生说我这辈子再也不可能站起来 这也是我这辈子都自愈不好的伤痛 这几年我的身体经历着瘫痪 带来了各种折磨 心里也经历着一般人无法承受的打击 更让我接受不了的事大小便失禁 这让我陷入无尽的自卑和自我否定中 后来我经历了四年的时间 学着从绝望中走出了伤痛 接受这样不完美的自己 现在已经十四年了 瘫痪一身已是悲剧 但我想通过自己的双手代替我的双腿 去完成很多事情 之所以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 想把我的坚强和乐观传递出去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都无法阻止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加油